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已成为成都人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 阿根廷诗人伯尔赫斯曾说 如果有天堂 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这些散落在城市各处的阅读空间 也为匆忙奔波的都市人构筑起心灵的避风港 四川省图书馆及历史与现代于一身 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将杜夫的诗句化作设计灵感 枝野图书馆则将自然与人文和谐统一 还有一间间匠心独运各具风格的书店 也如群星般点亮了城市的文化之光 历史的厚重 自然的优美 科技的力量与思想的灵动 在书架间交织流淌 在书页上碰撞升华 从脚下到世界 从过去到未来 书籍跨越山海 连通古今 在这个全民阅读的时代 请你也试着放慢赶路的脚步 用文字给心灵一方净土 给思想一片自由翱翔的天空 春天正是读书天 让我们一起读一本好书 木一盏春风 木一盏春风